早安 今天就是剛剛開了季一天多一點 開季非常暢順 而且他們也破了以往的在線人數紀錄 這一季就是最多人玩的一季 這一季兩個新的東西Arch Namesis和Siege of the Atlas兩個都很直接 在開季之前那兩條片其實基本上已經包含了他們怎樣玩 也沒什麼是怎樣改造的 但是在這裏就想給你們一些提示關於Arch Namesis和Siege of the Atlas這兩樣東西 首先就先說了Arch Namesis 我發現我有些朋友就不知道原來可以在Hideout裡面開到Arch Namesis的物品欄 那我就設定了它做A鍵就是開的 你們就應該跟我不一樣 如果想改個筷子鍵的話就可以進去Escape 選擇 進去Input 滾到最低 然後拉高一點點 找回Arch Namesis Inventory這個位置 改了這個按鈕 你就可以隨便用那個按鈕開 進來這個位置 例如有些東西你覺得是廢的 你想換掉它的話 或者扔掉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扔掉在地上 然後Destroy 這樣它就可以扔掉它 你也可以在這裏搜尋這個位置 打入下面這一句東西 打開所有低level 你知道你過Arch Namesis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低level的積住是沒有用的 你進去Map 這個level已經太低了 對你來說也完全沒有用 這句東西就只會描述所有67level或以下的MOD 找到它們之後 你喜歡丟掉它們 就可以開一個低level的Map 然後就隨便清掉它們也可以 另外一樣東西就關於配方 我們先出到這個網址 進去POEDB這個位置 它就顯示了給你看 每一樣Recipe的配方是要怎樣合 還有它們有什麼物品 那你就看到了 所有配方其實都在這裏 你指下去的icon 它剛剛update了就顯示了給你看 有什麼reward等等 去到最低的這些 例如 什麼Touched 這些不同的黃的Touched 你可以直接按進去這裡 它就會有一個很詳細的名勢 怎樣去合這個 例如我現在想合Abarath Touched 我就需要一個Flame Strider Flame Strider 就需要用到Flame Weaver 和Haze 一齊才可以合 然後除了Flame Strider 之外 我也要Francyed 然後再加這個Rejuvenating 就是需要下面這兩個合起來 那POEDB就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地方 可以找到不同的配方怎樣去合 回到遊戲那裏 剛剛講完Arch Nameses 現在就講了Siege of the Atlas Siege of the Atlas 其實也是非常簡單直接的 要講話就不是太多 但是我昨天就發覺有很多人都問我同一個問題 究竟那個魚圖天賦樹在哪裏可以再開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先開你的魚圖 然後左上角這裡可以按Atlas skill 這個就是最簡單開了的方法 當然你也可以用一個快捷鍵 那我Atlas的快捷鍵就設定了F9 我就按Ctrl F9就可以開到的了 一般情況下 如設的Atlas是G 按Ctrl G 你也可以進到Atlas Passive Tree 另外一樣東西 在這個Atlas Passive Tree 右手邊這個位置有一個Show stat 這個Show stat就是會告訴你 你究竟現在加了的點實質上 總共加了些什麼 另外一樣東西 在這個魚圖天賦樹就好像之前我們的模擬器一樣 你也可以按住中間的icon 它就會顯示給你看到魚圖天賦上面那裏有同類型的點 又或者可以直接打去那個機制 例如我打essence這樣才算 那你就會看到它直接插替所有的了 最後這個提示就跟剛才所說的兩個機制是沒有關係的 跟這個過章裡面的劇情就有些少關係的 而且有劇透的存在 所以如果你還沒過完章 不想知道後面的什麼 就在這裏停下了 在過完act之後 我們就來到這個海灘 它就叫你去找一個tunnel 這個tunnel 我之前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實質上你需要做事就是向左走 只要走到這裏看到兩個格 然後走進去這個位置 這條就是你要找的tunnel 一路走到盡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在minimap看到不同的NPC名 走到這裏 你就可以找到commander keyword 以上就是玩完Day1的一些小提示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就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game裡面 join這個斜global 852korean的這個channel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消息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吧 就這樣 拜拜 拜拜